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惊喜榜切业实验公司寺寺长孙严廷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月嫂的职业道德与文理 月嫂是一份非常专业的工作 她扮演的非常多的角色 在妈妈的照顾上 她扮演着除了要照顾妈妈的产后 以恢复的状况 还要执行妈妈的膳食调理 她还必须要帮忙妈妈负责照顾新生儿宝宝 基于保姆的工作 在做调理的范围上 她就例如是一个专属的厨师 在照顾保姆上面 她是一个专属的保姆人员 在家事管理上 她要帮忙做一个家务检疫的清洁 所以她的工作范围非常的繁琐 但也因为这样的繁琐工作 所以在每一份工作上 都需要面面俱到 在这样面面俱到的一个方向执行上 我们所要担负着非常大的责任 是因为妈妈在产后 常常容易有所谓的产后优异的状况 再加上在照育儿的时候 她有许多不方便 就是不理解的一个育儿的一个尝试 网络的资讯非常的发达 但是有这么多人来教你当妈咪 不如由月嫂来协助你帮忙你这个角色 如果我们的月嫂从业人员 在在指导产妇或者是在帮忙育儿的各项的面向上 她能够更专业的去辅导 去帮忙忙你 那么我相信这才是一个月嫂 应该具备有该有的专业的一个知识与技能 的角色扮演 首先我希望月嫂同业们 你们必须要了解 我们去行的是一项服务的工作 当然我知道服务业非常的辛苦 但是服务人员应该有的就是他服务专业的态度 心是我今天最基本的要求 用心诚恳的心 跟用一个爱心来照顾一个新生儿宝宝的生女 是每个家庭希望这样的人员来的最基本的要求 而膳食的调理希望用个养生均衡的膳食调理方式 我们在告诉产妇 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调理饮食上面 因为我用爱灌溉这样的食材 能够让你的身心灵调整到最好的一个状态 当然服务会言的是 我们在跟新的家庭里面 我们做一个蒙合上 联切上 沟通上 难免可能有一些沟通不良的状态 这时候我们可以寻求非常多的帮助 例如有第三者的倾听 或者是其他家人的陪伴 记得月嫂姐妹们 你们不是孤单的 你们有非常同业的伙伴们 可以一起给你们支援 另外 产妇的家人 他也是我们的好伙伴 因为亲人能够跟彼此沟通 更加的良善 而我们到他们家 我们是他第二个家人 我们是他们的好帮手 我希望姐妹们 我们秉持着一个良善的态度去服务 然后在工作上 切记 慎重 以安全为第一准则 这就是我们月嫂的从业人员 应该要的道德与强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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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